為了去爭取我們現在能夠有的一些 為了爭取我們現在能夠有的一些空間 山原西藏人林非凡將到激動處差點 最後要淚崩 要向柯文哲宣戰 林非凡更帶上藏人好朋友 因為日前柯文哲才說藏人自焚 讓中共很困擾 有點遺憾 他至今他對這樣的言論 他認為是恰當的 而柯文哲似乎早知林非凡有這一招 一大早先出擊 民主進不黨 這是我們的價值 這是我選擇的價值 而不是他那樣的價值 柯文哲刻意的欲言又指 林非凡自己填空 雙方濃濃 火藥味 但這一不是第一次兩人開槓 雙方恩怨或許可從太陽花學運說起 當年的林非凡是學運領袖 而柯文哲還是政治素人 儘管柯文哲多次到現場相幫忙 但毫無用武之地 為拉抬自己身世 柯文哲一度還拋出海選新人 要找林非凡 陳維婷 消息一出 網友罵翻 2016年林昌左的造勢場林柯兩人 本來差點要通台 結果林非凡一聽到柯文哲也來火速閃人 還有去年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 林非凡投屬外媒炮轟 兩人幾度的隔空交火 徹底詮釋了道不同 不相為謀 TPP的新聞 盧鴻昌秋暗柔 台語報導